香港最好ウオウ山的制造 骑老替学生 一一取名 並且告知祖林學生的來訪 納馬斯亞小港國中學生 七號來到佐托山 上升兩天一夜的成年麗 但在體驗開始前 骑老必須依馨傳統 替學生命名 你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都要命名 因為你不命名的話 就動到這裡的水 或者是來這裡動到這裡 深山裡面的不管是植物也好 雖然是好天氣 很快就會看到雨水降下來 得到祖林的認可 學生開始成年禮儀式 男生跟著獵人到山林間取足字 製作碗筷 而女生必須跟著婦女 學習生活煮菜 不過第一次拿起菜刀 處理食物 沒有經驗的學生們 也是一陣手忙腳亂 不過要在深山裡不餓肚子 就一定要了解 如何狩獵 成年禮也安排學生 跟著獵人的腳步探索山林 但入山後任何東西都可能致命 學生必須緊跟獵人腳步 互相幫忙 也在獵人的帶領下 學生勇敢往深山邁進 了解原住民族採集和狩獵文化 經過了兩天一夜的體驗也讓納馬夏國中原住民學生更貼近自己的文化慣 而對於小港國中非原住民學生而言更是一趟深刻體驗 三年沒有走過很陡的 這個活動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三年了已經沒有走 但是還好我還是靠著我爸爸給我教我的傳授的技巧 讓我走過這個山路 就是這個文化有助於幫助你認識其他東西 你也可以跟你的同學說 像是你有做過什麼東西 這是你有可是其他人並沒有的很獨特的經驗 納馬夏國中期望透過這趟旅程 讓學生懂得在山中獨立生活 並且和同袍一起解決問題 學習如何跟山林相處 未來在面對挑戰時 也能拿出勇氣勇敢面對 原則新聞大部高雄納馬夏採訪報導